你聽過懲浮實驗嗎? 懲浮不是放棄妥協失去原則 懲浮是沿著生命之流順勢而為 不對自己所期待的結果過度執著 必要的時候優雅的放下 暫時的沉淺同時保持信念 持續累積實力 過去我是一個執著於我想要的結果 完全不懂順流的硬邦邦邏輯腦 但是一次的經驗讓我第一次見證了懲浮的力量 2015年我第一次去美國沙漠荒野 進行時日閉關和佛法學習 懵懂未知的踏出尋找自我的第一步 閉關之後我規劃了一週的自駕沙漠旅程 到了租車處才發現自己沒帶信用卡 無法租車就在最無助的時刻 一起參與閉關的夥伴W神奇的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知道他在前一天就開車離開我所待的城市 卻因為忘了帶行李而折返 促成了這一刻不可思慾的相遇 見到熟面孔後我馬上向他求助 於是在毫無其他選項的情況之下 我第一次對生命放手 放下控制上了他的車一起始向未知 沒想到他完全不帶我去我所規劃的觀光課景點 反而帶我在鳳凰城的教堂打坐 在聖多納的紅顏時尚漸行和誦經 甚至帶我去參觀了半年後我將入學的佛法學院 但是當時的我對未來將要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 也不理解姻緣的巧妙安排 一路上只是心中OS抱怨 他毀了我的個人自駕之旅 就在旅程要結束的那一天 我檢視一路上拍攝的照片 發現到美麗的紫光出現在很多照片上一路伴隨著我們 彷彿在暗示著這一切的發生並不尋常 果然幾個月之後我再次回到美國 再次走訪W帶我遊歷的每一處 並且入學了我曾經參觀的那一所佛法學院 正式踏上佛學講師之路 這是一開始完全沒有想到的結果 神奇的W夥伴就像是為我引路的天使 2015那一段意外的插曲 因為我的放手 因為我的信任 因為我願意放下控制 順應生命之流 讓我第一次體驗到城府的美妙 看見在我們小小的腦袋 小小的自我之上 有一種智慧 有一種力量 能帶給生命無限的可能 當你願意相信順應命運的安排 你會發現它給你的 是超越想像中的美好 Cheers